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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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今年的话就是陀螺 因为从年初一直忙到现在 就一直在连轴转 我觉得Low的数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通过那些小视频 让网上很多人开始知道我 认识我 也是现在大部分老粉认识我的开始 演员这个身份意味着我前进的动力 我希望在大众面前呈现的就是 大家听到我这个名字的时候 会觉得他是一个会演戏的人 接受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声音 然后去接受自己 去审视自己 2022年的变化就是感受生活吧 然后珍惜当下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哪怕是低谷 要保持一个积极进取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